今天凌晨,泽平宏观发表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解决低生育的办法》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 文章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,对每孩每月给予现金奖励,用10年鼓励社会多生5000万个孩子 这篇文章认为,要想解决老龄化少子化问题,又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的负担,就只有央行印钱这个办法了 这是因为调查显示,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养孩子成本太高,房价太高,占比分别为41.5%、27.2% 因此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是主要出路,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的支持率高达66.5% 中国在2020年生育率仅为1.3%,比日本还低,全年仅出生1200万人,出生率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 而人口是国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,过去40年,咱们的高增长主要是人口红利,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叠加 说白了就是60-70年代的婴儿潮福利,现在大家听到生娃给钱,养娃月月给钱 不少人肯定觉得是天方夜谭,这些不都是西北欧发达国家才会去做的事吗? 不过按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,可以预见的是,自己生育的大招将不得不放 也许十年后回头看,为了自己生育花的钱远远不值2万亿